- 詞曲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次史萊姆聯動的猛王利姆路呢 強度是真的非常高 之前分享過PVP的思路跟表現了 那這次要來講講他在PVE上的運用 先說結論 就是帶敵人越多的關卡就越強 尤其是那種敵人都聚在一起的關卡 像是代號V 雨夜惡夢 遊戲嘉年華呢特別的好用 先來快速複習一下利姆路的技能 大招會攻擊目標跟周圍的敵人 多命中一人就對目標多一次傷害 大招命中後8秒內死亡 會給利姆路黑雷或是黑炎狀態 遠程敵人死亡給黑雷 近戰敵人死亡給黑炎 那第一次普攻不同的目標會造成暈眩1秒 並且遠程敵人會獲得黑雷和20點能量 近戰敵人獲得黑炎跟攻速25%加成 那黑雷會讓利姆路變成遠程攻擊 開大招的時候有60%機率觸發極高傷害 每一層黑雷都會增加傷害 那黑雷的特效呢 是在利姆路的武器握柄會有雷電 那大招會劈下來落雷 黑炎讓利姆路的普攻有40%機率觸發極高傷害 每一層的黑炎都會增加傷害 黑炎對中毒目標的普攻傷害會提高40% 黑炎特效是利姆路的武器會纏繞黑色火焰 普攻時會有黑色的龍捲特效 根據利姆路的技能特性 敵人越多靠得越密集 利姆路的傷害就越高 也可以更快的突破跟疊加黑雷、黑炎 那他不適合打單一目標的關卡 在敵人多的關卡中表現比較出色 像是代號V、雨夜惡夢、遊戲嘉年華 那近地反擊的代號V 滿滿的敵人非常適合利姆路 建議放在中間這一排 因為中間這一排的敵人是遠程的 上去第一下普攻會普時獲得黑雷 並且恢復20點能量 摸一下就會幾乎可以直接開大招 那黑雷有60%的機率觸發極高傷害 大招可以打到六個敵人 中間這個敵人會受到六次傷害 再加上觸發黑雷的極高傷害 基本上都能直接秒掉中間的敵人 秒了之後呢 又可以拿到黑雷跟20點能量 有徽章的話會額外多拿一個黑雷跟30點能量 那中間這一排的敵人就是一路秒過去 上下兩路的敵人應該也都會是半殘 剩下的應該都是一發大招就能秒掉 那不然就是靠普攻的黑岩傷害 雨夜惡夢 關卡中的敵人呢也蠻多的 不過在雨夜惡夢的敵人呢 傷害都蠻高 利姆路本身的坦度不高 雖然續戰吸血很強 但是沒有辦法承受太高的瞬間傷害 所以會建議搭配個坦克 像是梅根或是彩鷹 也可以搭配諸葛來保命 那只要敵人聚集在一起的關卡 利姆路的表現都還是不錯的 遊戲嘉年華 嘉年華算是利姆路的主場之一 嘉年華的敵人數量很多 而且都靠在一起非常好打 加上可以上陣六人 可以更好的配合利姆路 分傷的艾麗特西亞 增傷沉默的英 補血增傷的拉菲爾 可以父母的羅加 那通通都可以在這一次派上用場 讓利姆路可以放心的輸出 整體來說 利姆路的優勢在於極高傷害 不管是大招的極高傷害的黑雷 或是普攻極高傷害的黑炎 都讓利姆路有著非常穩定又超高的傷害 而且黑雷、黑炎都是可以疊加上去的 不管是面對什麼敵人都能有很棒的表現 配上專屬套裝的效果 又能有比吸血套還高的吸血能力 讓利姆路只要不是被秒殺 就能穩穩站著一直輸出下去 以上就是關於利姆路的實戰心得 如果以上的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內容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出過新影片通知 有任何建議或需問題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吃酒 吃酒